inutv中华国际网络电视台布里斯班讯 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9次峰会 G20峰会在即 一个令华人华侨振奋的小小细节 在布里斯班国际机场出现 列车 国际抵达 停车场 这些中文标志出现在国际机场内的引领指示牌上 对布里斯班国际机场来说 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布里斯班国际机场首次出现 与英文标志并列的中文标志 这不能不说是G20峰会前的中国礼遇 华人华侨看了以后十分的开心和兴奋 在朋友聚会时 这也成为了一个谈论的焦点 就在不久前 从布里斯班国际机场 通往市区的主干道上 也就是即将召开的G20峰会 各国首脑前往会场的必经之路上 书写着中国梦世界梦 和孔子故乡中国山东的 两幅巨幅宣传牌高高竖起 中国梦和世界梦紧迷相连 中国更加积极 更加全面地参与国际事务 发出中国声音 贡献中国智慧 提出中国方案 中国声音在国际上日渐畅响 一个快速崛起的东方大国 日益展示出中国力量 一个和平合作负责任的中国形象 已经为国际社会所承认 国际社会对中国更充满着 更多更新的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